你追的是这个球迷吗 太暖心了 各位知不知道 国际知名足球巨星 梅西也干脆辱华了 而且这次辱的是个非常的痛快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梅西上一次入境中国的时候 被中国的海关刁难的那个原因 导致他这一次去中国 直接入华了 事情是这样的 梅西到了中国场的时候 就脚痛 哎呦我脚太痛了 我不能上场 我不能踢球 我连出来我都不想出来 遇到中国的官员要握手 我直接绕道 一天不到呢 到了日本场 哇靠整个人精神就焕发了 开始在球场奔跑啊 那个剑步如飞啊 一点势都没有 跑得比博尔特还要快 结果啊 看了这个中国的小鹏 目瞪口呆 你不是腿痛吗 怎么到了日本 你就跑得比马还要快呢 这个梅西啊 在事后的那个记者会上面 甚至说啊 我很开心来到日本踢足球 又让你目前的中国的观众朋友们 就整个玻璃心全部破防了 玻璃心碎满一地 就让很多网红直播主 实况直播的时候 喊话跟中国的这些粉丝说 我们要把梅西球队的球衣剪掉 梅西请你滚出中国 现在你真的让我们太失望了 这场比赛 梅西和苏亚雷斯两大王牌 一个都没有上 一分钟都没有上场 而合同里面明明写得清清楚楚 上场的时间不能低于45分钟 从一开始 答应首发到替补 到零开赛前的一分钟 改名单 让梅西全程都坐在场边 搅口香糖 如果说梅西真的是因为伤病缺奇 那也没什么可说的 梅西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的时候 亲口承认 在香港 他没有受伤 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国球迷 他们就是想 一堵梅球王的风采 他们除了球票 机票 还有吃饭住酒店 花费不菲 更浪费了时间 我所知道的 就有球迷飞了5000多公里 从新疆到上海转机 去到香港 但没有任何伤病的情况下 一分钟都不上 接下去了日本第六场 他大概率又会上场 凭什么 难道是咱们人傻钱多吗 实际上任何豪门对中国球迷 都是非常重视的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里人多 这里球迷多 这里钱也多 梅西 你欠中国人民一声道歉 尽管你球技抄群 如果你不诚挚了道歉 请你滚出中国 中国的梅西球迷 可以烧自己的球衣了 然后我们就看到社群平台上 中国的小粉 崩溃的崩溃 哭的哭 闹的闹 捡球衣的捡球衣 烧签名的 烧书的 捡数了一大堆 兄弟们 上个视频说的 梅西要是出行 日本球赛的话 会球衣烧的 我看到新闻了 人家现在腿脚利索着呢 打赛的话 我去吧 开完了去吧 一次都没出完吧 这是雷希的亲签 这是 他签着要求一个照片 里面有个东西是不像的吧 小本片 行了 说到做到群姐了吗 任何不尊重我们球迷和粉丝的所有行为 无论是艺人和球形也好 做到个人都会抵制 第一剪 剪去他在巴塞罗纳的21年 第二剪 剪掉我喜欢的的是七年 最后一剪 剪掉对我们中国球迷的不尊重 让他鬼 今晚雷希提满全场就马上剪球衣说到做到的 那很多网友呢就开始在网络上分享自己收藏的梅希的球衣啊怎么剪烂啦 然后自己收藏的签名呢 剪碎了呀 2024年才刚刚开始就有这么重磅的入华之间想想都觉得暖心呢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有时候你不对比还好你对比你就觉得特别暖心你就觉得特别打脸你就觉得特别的入华 就感觉他是故意的我个人的观点我是觉得可能梅希啊他是对于中国的政府是没有什么好感的比如说他上次入境中国的时候在中国的海关中国的边检人员就因为中国的政策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嘛可能是比较繁琐啊像是他的西班牙护照去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是免签的哎移到中国啊各种各样的政策啊不能免签要办这手续办那手续当时还传言就是在现场的人员说梅希当时问台湾不是中国人啊 是中国的吗这什么意思呢海关人员就问问你怎么说台湾是不是台湾当然是中国的梅希就说那我上次去台湾怎么用西班牙护照就直接免签了海关人员就是啊台湾跟我们不一样然后梅希就说那不是一个国家吗咱们不一样这个就很尴尬就很打脸问的中国的那海关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不是一个国家吗怎么去你们的台湾省你们就直接放我进来了哎我到你们中国大陆你就不让我进来了不是一个国家吗所以问的海关呢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的 怎么回答据传闻说那个海关也是说因为台湾跟我们不一样然后梅希说怎么不一样他又答不上来当时那个梅希也在那个海关呢那个滞留区也搞了很久饭也吃不上水也喝不上我相信呢肯定是因为上次中国的一些政策刁难了他太繁琐了他一个国际巨星你想想去全世界都畅行无阻但是来到了我们伟大的祖国哎出事了对吧各种各样的政策搞得他一头雾水平常我们小粉红 我们普通的中国人 就像每个国家的边境一样这是以前的时候中国还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当然后来改革开放了才慢慢的把这些奇奇怪的东西给抛弃掉了那现在也是啊其实在中国办各种事情就是跟政府办事情的时候还是特别的麻烦 所以说我们普通人可能觉得还好但是你想一个国际巨星他在全世界都没有遇到这种问题但是在中国就遇到了你想他会不会生气肯定生气啊在机场里面待了那么久 饭也吃不上觉也睡不好水也喝不上对吧还一直被问话你说就是当一个犯人一样对待你说这次来如果是我我也肯定说哎呦我这个脚不能踢我脚太痛了到了日本的哎呦脚好了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他应该是上次中国政府的这些不合理不人道的这些政策为难了他再加上之前在香港的那些反送中运动中国的这些香港警察就是打这些抗议民众对吧其实大家都看在眼里我相信没些啊 他也不方便讲出来 采访暴露了梅西对中国印象不好的原因 梅西你现在多高是一米六九吗一米六九一米七零一米六八 2007年年仅20岁的梅西第二次来到中国参加了一档采访节目没想到却被主持人反复调侃升高 节目一开场央视主持人段轩就毫不掩饰的针对梅西的升高 甚至直接拿出马拉多纳的人形立牌与梅西进行对比 马拉多纳应该是一米六八大家看一看 梅西应该是一米六九他应该比马拉多纳要高一些 但我看梅西现场看他好像跟我的个头差不多是吧 我是一米七三的个头梅西你 了解梅西的人都知道身高是他从小到大最痛苦的事情 但尽管他十分尴尬还是故作轻松的用高情商的回答缓解了县者的气氛 我老婆老婆老婆说我头发还炸得起来 而明眼人都能察觉到梅西已经不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了 梅想到段轩仍然坚持针对升高不肯罢休 一句话引起了全场哄堂大笑 他只有20岁还在长身体的时候 梅西你理想的一个升高是多少 你觉得自己长到多少 嗯行了 尽管对方不断地戳他的痛苦 梅西虽然心中充满了不悦 但还是保持着风度挂着招牌微笑准备结束这一话题 我这样就很好 实际上就没关系 我这样就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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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身旁的段轩并未察觉到任何不懂之处 见无法再调侃梅西 便像坐在观众席上的梅西哥哥喊了 你大哥多高 大哥看上去比你高很多 谁知梅西的哥哥根本不想与他 导致现场陷入了一片尴尬 你也在这一关都会 最后还是梅西站出来帮哥哥回答了问题 当段宣听到哥哥的身高比梅西还低时 还发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惊叫 但凡了解过梅西的应该都知道 身高一直都是梅西内心的痛 早在他六岁时教练就因为他身材矮小 拒绝了他的参赛请求 同队的小孩也欺负他 后来梅西年仅11岁时 就被医生诊断患有生长激素缺乏症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侏儒症 原本他的身高可能永远无法超过1米4 但后来他长的每一毫米都是梅西父母的爱 尽管梅西的家境并不富裕 他所需的治疗费用也是异常昂贵 但为了实现小梅西的足球梦 父母依然不遗余力地为儿子治疗 小梅西也非常坚强 每次打生长激素都毫不畏惧 但不幸的是 一场经济危机横扫阿根廷 梅西的父亲失去工作 一家人失去经济来源 梅西父母没有能力继续负担 每月至少1000美金治疗费 于是为了能让儿子能够继续接受治疗 同时为了实现他的足球梦 父亲不得不将他的比赛挤紧刻成光盘 寄给阿根廷的各大俱乐部 可许多俱乐部虽然看中梅西的天赋 但一听说他得了侏儒症 都纷纷将他拒之门外 没有人敢打赌一个11岁的孩子 将来能成为足球巨星 而就在他们走投无路时 巴萨的球探雷克萨奇慧眼识株地 发现了梅西惊人的天赋 面对巨大潜能 朱如正完全不值得一提 因此高层立即决定与梅西签下12年的合约 并负担朱如正的全部治疗 最终梅西也没有辜负所有人的期望 经过治疗 他从1米34涨到了1米7 尽管并不算很高 但还是不妨碍他获得6次欧洲金学奖 6次世界足球先生 7次金球奖 成了举世闻名的足球巨星 而他也由当年的穷小子跃升为 世界三大顶级球星之一 现在再次看到这段采访 不得不说梅西的脾气实在是太好了 也许那个时候主持人觉得 他只是一个新人小将 所以才敢肆无忌惮地调侃 也许那个时候的梅西 还没有得到大家的敬佩 但不管是名不见经传还是巨星 都不能在别人的伤口上撒盐 听到粉丝喊名字 阿根廷球王梅西抬头 挥手这个灿笑 让中港网友又气炸了 嗨,好,好,好,我们很高兴 我个人会在另一个地方 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帮我按赞留言 一定要开启小铃铛哦 另外你可以透过加入频道会员 以及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 包括不留个广告 观看一遍赞助频道 你的中国好朋友 陈老师 我们下期见